10點熱炒店 11點熱炒店 11點熱炒店很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今天推出 酥炸臭豆腐 喜歡嗎 我喜歡臭豆腐 妳喜歡臭豆腐 我很愛吃臭豆腐 耶 配那個泡菜 好吃 辣椒 可是貴婦跟臭豆腐好像 不能畫上等號 妳感覺應該是喝香水 我... 嚇壞了 喝香冰吧 我喜歡吃臭豆腐跟蚵仔麵線 臭豆腐平常吃可以 但是如果在這個 大眾運輸工具上面 那真的夭壽骨耶 夭壽骨耶 這個就跟你如果吃餃子配大蒜 然後坐在那個大眾運輸的話 也是不禮貌的 所以那個大眾運輸很多行為 很多東西是不能做 不能吃的 對 今天就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了解一下這樣 妳自己會做大眾運輸工具嗎 有啊 什麼啦 妳有做過公車嗎 有啊 公車妳有做過 有啊 他那個要下車的那個東西 你不要在那邊裝潔 那是什麼年代的 對啊 沒有經歷過耶 我有做公車 那那個年代是那個 發現的啊 那個時候 清過明初的時候 我忘記說的 七瘦剛發明的時候 有 我有做過公車 那時候日本兵剛離開台灣 不是 不是 我有做捷運 我比較少做公車我不認了 我不相信妳有做捷運 我 忠孝復興的下一站是什麼 對 是哪一站 對 忠孝新生 哇 真的真的 行 我有做 那忠孝新生的下一站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 有啦 我有做 我最後一次做那個是暑假的時候 我跟幾個朋友我們去墾丁玩 是不是墾丁 墾丁沒有捷運 墾丁 抓包 你做捷運到墾丁喔 不是 捷運坐高鐵 真的太OMG了吧 你做高鐵 你做高鐵到墾丁 去花蓮 花蓮 你做高鐵 花蓮 就是不高鐵 你越來越黑了 你做到花蓮嗎 沒有 花蓮 那臉真的是平行時空 對 不可以騙人喔 好 因為 因為我的方向感不好 反正我坐了高鐵去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開車到花蓮去 然後呢 那個時候疫情剛剛 就是還是很空派 我跟你講高鐵現在最北 只到南港而已啦 所以 所以你要到花蓮 基本上應該不是高鐵 那是做什麼 普悠嘛 哦 普悠嘛 太禮可好 對對對 反正都是在那個車站裡面 然後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怎麼辦 因為大家都這樣防疫啊 很害怕怎麼辦 然後我的朋友 大家都拿那個酒精棉啊這樣 就是你要摸到的什麼位置啊 擦拭一下 我就直接買了一個 那個便利商店的雨衣 我覺得我自己非常的聰明 然後我就穿了那個雨衣之後 就熱了個半死 因為那個雨衣是完全不透氣的 然後他們都覺得我很丟臉 不想跟我坐在一起 我說那 fine 我就把那個雨衣套在那個椅子上 因為那個時候不是要靠頭 大家都很緊張 都不敢靠頭 不敢呼吸幹嘛 要戴手套什麼 後來我說你看 我就給那個椅子穿了一個雨衣 我就很安心坐到花蓮 不是 就是 我們要進去 你給椅子穿雨衣 你有問過椅子嗎 哈哈哈哈 椅子也覺得很好的 就是有一層隔離啊這樣子 OK OK 然後講話不能太大聲 會被人家罵 嗯 沒錯 就是坐那種長城的 其實老實講 我也很少坐公車 大概只有我剛來台北念書的時候 因為沒多久我就發財了 我就蠻會賺錢 巨星了 然後捷運呢 我只坐過一次 是那個當時台北第一條捷運 市營運的時候 市營運呢 我就坐到那個木柵動物園 好 然後下車以後呢 我就坐計程車回家 好 那從那以後呢 我也就沒再過 再坐過捷運了 那你就不懂了 小孩的樂趣 像當了媽媽以後我們常常坐捷運 他們最期待的就是坐捷運 高鐵我常坐 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高鐵上面很多的限制 那就更多了 我們在座的幾位嘉賓 他們有公車組的啦 有捷運組的 所以他們的故事呢 相當的精采 來 歡迎你們 歡迎我們的來賓 來… 那我們就先來聊聊了 車廂的味道會殺人 就是有很多妹妹格格 做這種大眾的運輸 有很多妹妹格格 來 伊勢 你說 因為車廂的味道 時常是讓人家忽略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是說汗臭味嗎 它是隱形殺手 因為你知道那個… 像我自己呢 捷運當中有一個時段 是我絕對不肯去搭的 幾點到幾點 每天的下午四點到六點 下班時間 對 因為那個時間呢 學生下課 學生下課 然後學生下課 他們常常時常穿的那個運動服 是上完體育課 然後還沒有換的那一套 然後每次我在那個捷運 遇到那個時段的時候 我都在練臂氣 就是我只要那個門一關上的時候 我就… 因為那個味道就會在車內形成一股 那個… 很濃的那個漩渦這樣 它會從一個點 然後開始整個漫延開來 會磁性害人 你有時候人太久 身汙漬 那不行… 不行 然後我就要一口氣憋 憋到它那個… 到下一站的時候 那個車門一打開的時候 它的濃度又會散掉 然後我就要往車門那邊 大吸一口氣備用 然後回來以後 輕鬆再憋氣這樣 所以那個時段我發現是 一天當中捷運車廂味道是最濃的 所以我每一次 就是要避免那個時段這樣 但是早上的時候不會喔 因為早上的時候大家… 大家… 一口氣噴香水出門 對 所以上班時間的擁擠OK 但是下班的時間 放學那段時間 我的那個車廂 捷運的味道我是受不了 我是不會打的 他講對了 四點到六點喔 如果是學生族群喔 而且還不分男女喔 對… 不要以為女生一定是香的喔 女生有比較香吧 沒有… 那個滿頭大汗 一進那個車廂呢 一樣 在那個… 汗臭面前喔 人人平等 對… 因為我… 好來Eason 我們來聽聽看 你在公車上發生的風行事 我遇到的事情就沒有那麼歡樂 算是非常… 我的那種人生 處於一個危急的時刻 對… 因為他的生命當中充滿了感情 我知道 充滿了奇怪怪的事情 還有死亡筆記本 對… 幾年之前的時候 我去那個美國的洛杉磯玩 然後呢 我到那邊以後我才發現 原來那邊的人 不太搭交通運… 那個交通工具… 工具 對… 不開車… 大家都開車… 對 他們的運輸不方便就算了 他們的計程車超級貴的 幾百塊的年金 隨便一坐都要兩三千塊台幣就好 好貴喔 比起來… 其實台灣真的很幸福 台灣很幸福 洛杉磯不要再去了 對 然後… 美國可以再去嗎 美國一個選舉搞成烏煙瘴氣的 唉 算了 不要去了 還好我們現在都在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就要從這個… 就是洛杉磯一個地方 想辦法搭車回到我的朋友家 但是洛杉磯他們 其實大部分的住宅區 都是離到很遠的地方去 超遠的 然後又塞 對 又塞 然後我想說糟糕 如果我… 我這個時候叫車的話 我可能我的… 這次的旅費 全部都是… 300塊的 對 渡到這個車子上面的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 我手機拿出來 直接Google查 看看那個公車路線 唉 還剛好我站的那個位置 走大概差不多50公尺 就有一個可以上公車的 那個公車站牌這樣 我就在那邊上車 我想說我好聰明喔 那個就是自己一個人 還可以這樣子想辦法 查到公車路線上車這樣 那我剛上車的時候 一切都好好的 我都沒事 車子也滿新的 然後就實際也很正常看 開一開以後 我就發現不太對勁 因為那個車子 公車的路線 它會一直繞… 它突然彎進了一個市中心 就是Downtown的一個 比較看起來滿詭異的街區 就是你會發現大家都是 譬如說搭帳篷 然後睡在路邊 好冷… 屋葉遊民這樣 然後對 垃圾桶旁邊 聚集了一堆人在翻的那一種 等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 好 行不行 那一站 就是停了以後 上來的一大票人 然後那一大票人 你一看你就知道會不對勁 鬼異 對 因為他們的衣服 沒有一件是完整的 全部都感覺好像 就拼拼湊湊來的 然後身上要嘛有些人 是很重很重的酒味 要嘛有些人就是很濃的那種塑膠味 對… 或者是一些… 吸毒… 對 在用這些東西成為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都是那種超級標準大汗 然後那種鬍子什麼的這樣 全車就是只有我一個亞洲人 然後… 又是不是瘦小 你完蛋了 然後呢 而且我又發現… 我就發現他們越來越詭異 因為他們是一票人嘛 但是他們呢是從這個… 有些人是從那個車子的前面上車 有些人從車子後面上車 但是他們都默默默默地 往我這個地方 逃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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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發現奇怪 超高的 你的四周圍好像都是被他們的人包圍的 我心裡想說糟糕該不會是… 他們… 我燃機不飽了 對… 吃汗 對… 本來是吃汗啊 那是監獄啊 沒有啦… 他戴什麼車上啊 郭天堅還算小事喔 我擔心我的錢包 對… 我就想說萬一他們… 你是我的眼 萬一他們是去偷的話還好 萬一他們是覺得說 就是直接把我弄下車 然後搶劫 還是說勒索 對 我是揍你很危險 對 那很可怕 然後我身上又有手機什麼的這樣 我這時候心裡想說 我曾經聽過一個長輩跟我講說 如果你遇到瘋子的話 你要比他更瘋 如果你遇到神經病的話 你要比他神經病 遇到小孩在哭了 哭了 哭了 對… 遇強則強 我想說遇到壞人 那我就要比他更壞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想說… 資源回收丟一般的事 很想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 來 你壞給我看來 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我開始要裝那種 就是他們完全就是 摸不透我這個人在幹嘛這樣 我開始就全身發抖 那個時候是大夏天 我就開始全身發抖… 這樣他們覺得說 中邪啊 對 我是一個 隨時快要病倒的人 就是病重了可能病危的那一種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抽搐 然後後來一直吸口水 後來我那時候想說 糟糕奇異 他們好像沒有起到威脅的作用 因為他們就還是這樣盯著我這樣看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玉琳哥曾經教過我一段那個 就是遇到危險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法號 對… 對… 我這句話也喊出來 他們… 等一下 Namo Namo是在這法號 還是自己亂編的 是自己亂編的 你還自己亂編的 真的 唸完這個以後 他們嚇到了 他們真的嚇到了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人真的超怪的 因為他們沒有聽過這個語言 對 他們以為你在唸什麼 是貝爾 你知道嗎 對… Namo 那個唸起來就已經 你都唸很強 你是巫師的作法 然後所以我那個都全身一直在抖 然後而且我還會搭配你 翻打一點 然後一直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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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越唸越大聲 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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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沒被刺激敢下車 對啊 後來是他們 Najer的下一站一到人 然後Najer趕快下車 因為他們覺得我真的很瘋掉 是不是連刺激都下車 是不是太害怕了 我就承諾罵解這是危機 這樣子演一下要死很多細胞 真的很累 又害怕又累 然後全身發汗 演一演自己都忘了 好 除了分享瘋狂的事情 要來分享這個就是遇到的怪人怪事 對 因為坐捷運的時候 如果你的距離比較長的話 其實你的空閒時間很多 對 然後我有一次 我就從淡水線 要坐到台北車站 就從淡水站開始 那因為淡水站是起站 所以其實大家進去的時候 是人人都有位置坐的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看到一對老夫妻 然後他們兩個人就挑了一個 就是車廂中間的位置 就這樣坐下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後來就開始 捷運開始開 我就看到那個老太太 就是這樣子躺在那個 她先生的那個大腿上面 然後就說 哇塞 老太太 對 好多 這把歲數了 然後還在那邊曬恩愛這樣子 看起來約莫幾歲 大概都六十幾歲 這夫妻都六十幾歲 各以國偷刀了 對 我就覺得這畫面好溫馨的 然後接下來我就看到一個 很奇怪的畫面 就是他的那個先生 就拿出一個公式包 然後那個公式包一打開以後 裡面插滿了就是各式各樣的針 然後原來在他的 太太躺在他的大腿上面 是他要準備要幫他針灸的 然後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他那個頭上就開始這樣子 一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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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開 可是那個捷運因為會搖晃 然後他的那個老先生在插的時候 還說 你不要叮噹啦 什麼什麼 然後那個老先生就說 我不要叮噹啦 我不要叮噹啦 然後他就整路這樣搖搖晃 然後大概才過個四五站 他的頭上已經有差不多七八根針 變仙人掌 對 就很可怕這樣 好可怕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那個到站的時候 那個捷運那個車門一開 結果那個小朋友就是被媽媽牽著 這樣走起來 然後就看到那個老太婆 就是臉上一直插滿的針 當場就嚇哭了 就很可怕的事情 然後他們那一隊呢 就從這個整個秒程 就從淡水捷運站 一路做到那個排名程度 對 剛好四十分鐘 然後他整個針灸的療程也 到了最後一站的時候 還拔罐 他變得結婚了吧 對 他變得結婚了吧 他就剛好把那些針 全部就收回他的公司包 然後就這樣四十分鐘 療程就這樣結束了 有有有 好啦 但是我必須幫他們講話 因為我最近手在痠痛 我才知道 那個有些針灸或者是按摩 它就是必須定時 必須在那個時間裡 如果透過那個時間呢 可能他們要趕去參加宴會 還是什麼活動 那可能就是五六個小時了 那那個手就會 或者是可以越來越嚴重 所以該是那個時間做針灸 該是那個時間做推拿 就得要在那個時間做 可是因為在車廂裡又會晃動 你如果那個針下不準的話 那也是很危險 要正面能量 我要是你看到這個事情 我不會當笑話 我就會湊過去說 我這邊有點痠 你幫我拿 把他起針 直接放鬆 就放鬆這樣子 對 來 醫生 像我的話 我時常是在搭這些交通工具的時候 會有一種談戀愛的感覺 喔 這麼開心 也是空姐嗎 不是 是歐巴桑 因為歐巴桑他們會在那個 就是快要到站的時候 各種各樣的 就是跟你的肢體接觸這樣子 因為歐巴桑他們通常 身形都比較嬌小一點 然後他們的重心也不穩 然後像那個捷運站 就是快要到站的時候 他們都會煞車嘛 那個煞車我每一次只要 那個煞車的時候 如果旁邊是歐巴桑的話 他很時常就會直接是把你整個這樣 這樣 喔 會 真的假的 歐巴桑真的會 這個會 這個會 然後而且 而且像我們握那個手把嘛 然後我們要握那個手把 那歐巴桑他可能那個手把 他是握不到 但是如果他是握你的手 就握你的手 我覺得還OK 我還可以接受 可是我遇過那種 我還可以接受 我還可以接受 我在你的手背的那個位置 你就會覺得 對 你就會覺得 好浪漫喔 對 麻麻的那種很舒服的感覺 然後 或者是旁邊坐公車的時候 那個歐巴桑他們要起身的時候 因為他們可能下盤都比較沒有力 他們就會搭著你的那個大腿 然後搭起來 然後感覺就很奇妙 因為我跟你不認識 我又不是你孫子 可是 你就會感覺 就全身上下都會先說一下 老人我們就算了 有啦 你算是有長輩緣的那一種 對啊 他們可能真的把你當孫子 孫子 對啊 Eason今天有非常好的活動 要跟我們大家分享 還是要跟大家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愛無限 Eason 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其實台灣有很多弱勢的團體 他們最近的捐款的收入 就會大幅的減低這樣 但是TVBS的這個性妄愛基金會 然後他們發起了一個 愛無限 是公益活動 然後是希望可以透過各位 這個大哥大姐 還有觀眾 大哥大姐的影響力 還有觀眾朋友 每個人可以奉獻自己一些心力 然後去捐款給這個愛無限 那這樣的話 他們可以把這個 所收到的資金分散給 大概有20多個弱勢團體 讓他們得到幫助 幫他們一起度過這個寒冬這樣子 對 每一個人要給一點力 對不對 那如果你在FB上面搜尋愛無限的話 就可以找到這個相關的資訊 這樣子 OK 非常好 我們心存善念 踴躍捐款 一起來幫助社會 是 打造更美好的生活 愛無限 一人一點力 大家可以來參加這樣子 是的 那今天我們這個節目呢 分享了很多故事 就是關於這個 做這個交通的 是 大眾運作公司 大家是想生活當中 在大眾運作公司 大眾運作公司 碰到這些形形色色的怪人怪事 是 有的時候呢 轉音一想 就當作生活當中一個有趣的遭遇 對 也不錯 有的時候也是一種緣分 用正面的態度去看待它 對 然後教育我們在不同的狀況 遇到什麼樣的人 可以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對 也祝福大家行車平安 對 大家祝福你們新家 恭喜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